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忍一下就好了 直到发烧四天才去急诊 当时他手心双腿都长出红斑 老公好意搀扶他 他却痛到大喊 你不要碰我 因为触碰到身体 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住院期间 他一连高烧八点受尽煎熬 他甚至祈求菩萨 让我睡着走 不要病痛 如果觉得我还有价值 就让我康复 他在感染科 心脏科 皮肤科医师三方会诊后 逐渐康复 除了感谢医疗团队切而不舍抓出细菌给予治疗 也决定说出自身经历 呼吁大众要小心 在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去打疫苗 他表示 之前看了很多人试打AZ 族事的新闻 内心焦虑恐慌 其料自己打莫德纳后也出现症状 我没有针对莫德纳 也愿意试打第二剂 但决定缓打 等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再打 张琪出院后 更加珍惜守护自己的健康 也马上投入公益 他是兰迪儿童之家终身职工 今赴台中南门福伦社参加分享会 感谢福伦社捐赠公通车给兰迪的孩子 他笑说 自己这条命真的是捡回来的 更要反馈社会 现在我不拼自己 拼孩子的未来 一年后 张琪在受邀主持节目《如是我闻》 分享人生如何过得更快乐 以及舒适好处等话题 第一次访问 竞要法师的张琪后调流畅 且录制过程走位俐落 加上他爽朗的叫声 丝毫看不出刚涉猎主持领域 张琪受访时谦虚表示 没办法跟综艺节目比了 但又不能太正经花板 录像前我实在没信心 每天都在怕 张琪还笑说 一听到要主持 我先是害怕 我自己是个对佛法无知的人 虽然心底踏实地相信佛法必然存在 但认为只要是善事都该尽力去成就 秉持这个信念毅然接下主持工作 有趣的是 节目中聊到时下少子化问题严重 张琪幽默直言 少子移成了国安问题 现代社会的老年人已快超过幼儿 后悔自己当年没有多生几个 工具应对增添节目特色 聊到近况 现年76岁的张琪 透露去年发生接种疫苗意外后 医生诊断出他的体质不是营莫德纳 于是第二剂及第三剂都已接种高端 打算等时间到 还要追加第四剂 身体硬朗的他 2002年7月初也安排了两场演唱活动 江河公益团队深入台东部落 唱歌给老人家听 现年70多岁的群星会大台助张琪 约名张友琪 在60年代宏静一时 但琪真是坎坷 一出生即被送给别人抚养 后随着巨人养父迁军来台 但在二妈生下地面后 养父就对她疏远 在她始祟时 养母对于丈夫绝望 打算带着她离开这个世界 幸好对张琪的不舍让养母打消了这个念头 然而到了小六时 养父竟因输光家产将她卖到不好的地方 养母手持武器力足 才保住她不知陷落黑暗 为了担负家计供养父母 还要照顾弟妹 缴交房贷 她在16岁时被迫休学 开始打工生活 17岁时为了奖金参加电台歌唱比赛 一举获得冠军 并和亚军谢雷组成歌谈情侣 从而开启星路 然而在21岁爆红之际 因受到热情招待 喝了一杯杨梅汁 以膝间捣嗓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整个人激紧崩溃 进而有养母的爱 让她坚强面对困境 走出人生阴霾 张琪表示 一人最痛苦的就是在巅峰时 一人呼万人应 所有美光灯都在你身上 慢慢地作秀从主秀变副秀 为了生活 你不能不硬着头皮站在一个舞台 争得一席之地 放下自尊 张琪学会用更宽宏的心去面对人生 张琪日前录工是谁来晚餐期 与患有脑流而失明的粉丝共进晚餐 回忆起自己喊渴的过往 感谢养母的爱 让她能够坚强活下去 虽然我不是她亲生的 但是她养育我 疼爱我 我跟自己说我不能倒 到了中年 张琪将自己重新定位 从事公益 于安宁病房做一工 获得的满足比当红歌星多 她说 家属的感谢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日前 张琪和姐姐张琪 一同上情Match经典秀 分享人生的点滴 张琪也大方聊起 过去遇谢雷的一段情 其实张琪和张琪并没有血缘关系 张琪是张琪父母所领养的孩子 但姐妹傲人却比亲生的感情更好 张琪在民国53年出道 接着也带妹妹张琪一起在演艺圈打拼 提出两姐妹因为家中负债累累 所以即使有债赚钱仍相当节省 甚至做出不少夸张的行径 像是张琪每次到店家喝咖啡 都会加一整罐奶精 根本就是当奶粉在喝 让店家吓到 只要他来就会先把半罐奶精收起来 妹妹张琪也不慌多让 在面贪光顾时 都会搭配超大量的免费酸菜 借此来增加饱足感 而说到这里 张琪也忍不住爆料 当年的宝岛歌王谢雷 其实也扣门到不行 省钱省到连五毛的车钱 也要算了清清楚楚 还不忘提醒张琪 明天给我 让他好气又好笑 张琪谈到谢雷时 表示两人当年感情非常好 双方的家人也都很满意这段婚姻 甚至当初谢雷的四姐 还到张琪家说媒 给喜饼这样的细节内容 也已经说好了 只可惜张琪与谢雷两人 都还有家中的经济重担要扛 在当时还是想以冲刺事业为主 于是最后这段情也不了了之 连张琪自己也说是 相遇的时机点不对 张琪更透露 在母亲离开后发现 她的床底下有个铁盒 里头全是张琪与谢雷的合照 可见她有多满意 这个女婿人选 而即使无法和对方走到最后 但张琪仍感谢这段缘分 年轻快乐过 这便是为彼此立下最好的住戒 现在的张琪大都投身公益 较少现身荧光幕 而张琪则依旧常常参与 八天档的演出 两姐妹虽然走在 不同的人生道路上 但只要互相扶持鼓励 相信一定都会圆满顺遂的 张琪初出道时 曾在幸福合唱团 林福玉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歌唱技巧及声乐 而且关录了多张 筷子人口的唱片 像《十七十八》 正当年《空谷传生》 《黄色的小樱桃》 《昨夜又在梦中遇见你》等 十分耐人寻味 可惜这些最早期的 好听歌曲都没有留下来 现在已无迹可寻 张琪除了《情人桥》外 还唱红了许多歌迷 百听不厌的歌曲 像《飞酒高歌》 与谢雷合唱的《彩虹林》 傻瓜与野丫头等 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湖泊爱动》的张琪 共结过三次婚 但是三次婚姻大戏的男主角 都是同一人 杨静晨 这样的情节安排 难免让人好奇 二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分分离离 主要是孩子不忍父母离异 而从中撮合 再加上夫妻之间那种刻苦铭心的爱 让两人分手后又兴起 对你怀念特别多 终于获尽有成员 人说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张琪在她的人生大戏中的演出 可说是精彩万分 从童年在贫困环境中成长 青春时期尝尽苦头 以心一意 努力向上 成为红透半边天的名歌手 到了中年 投入人寿保险工作 创造事业第二春 以及终身奉献社会担任义工 每一个时期 她都全力以赴 焰火了每一个角色 张琪常说 虽然老天给她的戏码和角色 并不是很好 可是戏的情节 却由她亲自直臂操控 她坚持扮演一个纯情活泼 善良热心 坚韧乐观的角色 无论在逆境或在顺境 她都能积极向上 让生命中高潮迭起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风光 小时候张琪的人生目标 只求温饱 长大后 她努力赚钱 为了是给家人过好日子 婚后 她养儿育女 让子女都能读到大学以上 她没有拿到的文凭 孩子们都替她拿到了 但是那终究是孩子的 不是她的 今年五十出头的张琪 一直有个心愿 她要重回学校 拿到她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 张琪相信 以自己不向环境低头的 毅力及勇气 她一定可以达到这个心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